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初件配饰系列小百合的勾边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法国进口8号蕾丝 分别设计了渐变和蠢色两种配色 搭配24K包巾材质配件 并采用雅光花心提升整体精致度 全套材料包可完成一支胸针和一对耳饰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所有的花朵和叶片的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 先分别完成足够数量的花朵和叶片 再进行造型和组装即可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尖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钩针 钩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拉出来 接着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要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一圈的起立针 勾针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锁针 接着我们将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这时候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看一下勾针下方 这样有一个V字形的两根辫子 这就是短针的针目 我们要在这两根V字形的辫子下方放一个记号 这里我使用同诗来做标记 这个记号是为了在结束时找到引拔的位置 接着继续勾短针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 第一圈一共完成六个短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全部六个短针 我们可以从上方看一下 从记号的位置开始 一共会有六个V字形的针目 接着我们来搜一下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不用拉得太紧 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我们要找到一开始 我们用记号标记的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勾针穿过这个针目 也就是这两根辫子的下方 注意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 接着勾针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就结束了第一圈 接着我们要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接着仍然在刚才引拔的同一针上 我们要勾短针 注意第二圈 所有短针进行时 都将第一圈的起针的线头抱进去 第一个短针完成后 我们将记号转移到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接着我们在同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再勾一个短针 注意是同一个 也就仍然是第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勾短针 这样第一第二个短针组成了一个短针加针 接着找到下一个短针的针目 勾一个短针 接着在第三个第一圈的短针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勾两个短针在这个位置 第二圈的编制规律是 每隔一个短针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九针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最后一针 接着我们要进行引拔 先将第一个短针上的记号取下 转移到这个短针后半侧的辫子上 注意看 因为我们要挑前侧的这一根辫子来印拔 过程绕线直接拉出 拉紧 这样第二圈就结束了 我们要勾四个锁针 作为第三圈的起立针 接着我们要在同一根辫子上 勾三卷长针 勾针绕线三圈 挑起刚才引拔的这个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五个线圈 依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三四一共四次 这就是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我们看一下下一针入针的位置 在上一圈第二个短针的前侧辫子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勾四卷长针 勾针绕线四次 穿过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六个线圈 依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五次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四卷长针 接着我们勾两个锁针 然后找到刚才这个四卷长针 最后出针的两个线圈 勾引拔针 绕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样是为了制作出花瓣的尖角 接着我们要在刚才 同一个四卷长针的入针位置 再勾一个同样的四卷长针 完成之后 我们在下一个短针的前侧辫子上 勾一个三卷长针 注意这一圈 所有的针法都是勾在 上一圈短针的前侧辫子上 完成三卷长针之后 勾四个锁针 在刚才同一个辫子上 引拔结束第一个花瓣 因为使用的针法比较长 完成之后的花瓣都会比较卷曲 最后我们会用定型页来进行定型 所以不用担心 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短针的前侧辫子上 引白针 开始第二个花瓣 第三圈一共有三个花瓣 勾支方法和第一个花瓣都是一样的 大家按照同样的规律 自行完成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三圈的所有花瓣 接着我们勾三个锁针 开始第四圈 翻转到花朵的背面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圈 第一个花瓣的开始位置 这里我们看到一开始记号标记的这个是 第一个短针的后半侧的辫子 接着往左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我们要在第三个短针的后半针 引白针 开始第四圈的第一个花瓣 注意一定要找到正确的位置 引白之后和第三圈的花瓣 勾支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四个锁针开始 之后就按照同样的方法往下完成第一和第二个花瓣 这里第三个花瓣 我们完成了第一个三卷长针之后 找到记号标记的那一个辫子 也就是第二圈第一个短针的后侧的辫子 勾四卷长针 之后最后一个花瓣的最后一个路针位置 是在第二圈的第二个短针的后半针 大家自行完成这个部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整个花朵的勾支部分 留一小段线头 断线 接着我们要将线头收一下 先将最后结束的线头从它的附近往内侧收一针 接着从后侧的中心往前 将线头收到花朵的背面 起针的线头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收到花朵背面的中心 接着我们将钩针穿过花朵中心 这样推一推让花心形成一个圆锥形 接着取出花心 可以用三根也可以用四根 四根会比较难穿过 将花心对折之后用一根铜丝 借助铜丝 来将花心穿过花朵的中心 穿过之后调整一下花心彼此的高度 接着除了耳钉款的花朵 其余的花朵全部取出一根15公分左右的铜丝 在这个根部的位置缠绕固定住 接着将花心对折的部分稍微修剪一下 涂上胶水 取出枝杆部分的绿色的线 长绕出枝杆 先大约长绕出2-3公分左右 预留15-30公分左右长度的线头 可以是其中2朵 预留30公分长 注意耳钉用的这朵花不需要长绕质干 接着先进行花朵的定型 先将花朵稍微调整一下形状 使用河水1比1稀释过后的定型液 将定型液刷在枝片的反面 这里稍微注意一下深色的花心 有可能在沾水之后会有一定程度的掉色 所以尽量不要将定型液沾到花心上 刷好定型液之后 直接用手再重新调整一次花朵的形状 如果想要最后成型的效果硬一些 可以再次补充少量的定型液 全部定型完之后 自然晾干就可以了 接着来进行叶片部分的勾姿 先在左手上挂好线 用大拇指和装指捏住线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放在线的后方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是锁针起针法 接着勾锁针 一共勾10个锁针 起针完成后 取出一根15公分左右的铜丝 将铜丝放在勾针和线之间 跳过这个铜丝 勾一个锁针作为起力针 接着找到 刚才第10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也就是勾针完回数 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同时勾针穿过铜丝下方 勾线拿出 勾一个短针 同样可以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放记号 接着我们要勾中产针 先看一下 路针的位置是在 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勾针绕线一圈 调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注意同样要穿过铜丝下方 勾线拿出 再次勾线直接拿出 这就是一个中产针 接着继续挑接下来的 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中产针 一共不加不减完成七个中产针 七个中产针全部完成后 再勾一个短针 这里最后应该只剩下一个锁针 勾引拔针 接着勾一个锁针 接着调整一下铜丝 将它对折 我们要转到另一面 进行叶片另一侧的勾置 在针材最后一针上 挑另一侧剩余的两根辫子 勾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下一针所针 挑剩余的辫子 勾短针 这一侧 所有的针法 都是跟另一侧是 镜像对应的 因此接下来 应该是 不加不减的 七个中产针 大家自行往下完成 最后 是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 我们在 开始时的第一个短针上 引拔针 结束叶片的勾置 同样预留 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的线头 断线 将叶片这样对折一下 调整一下 接着取出胶水 在根部稍微涂抹一些胶水 用预留的线头 将直接缠绕出一小段枝杆 将所有的叶片都处理好 接着我们进行耳环的组装 取出一朵 预留了较长线头的花朵 可以调整一下花朵的方向 接着将它和叶片放在一起 找到叶片合适的位置 如果花朵的枝杆不够长 先补充枝杆的长度 可以适当修剪掉多余的线头 一直补充到长度合适为止 接着将花朵的枝杆和叶片 放在一起继续缠绕 继续缠绕出1.5公分的长度左右 陆续修剪掉多余的线头 长度足够之后 向后弯折一下 我们要做出一个挂环 才可以连接耳环 确定好位置之后 修剪掉多余的铜丝 补充胶水 完成这个挂环 接着取出一个4毫米的开口圈 用尖嘴钳和开口圈辅助工具打开 将开口圈直接穿过挂环 再将耳钩固定在开口圈上 一定要注意耳钩的方向 将开口圈合上 这样耳环部分就组装好了 由于使用铜丝固定 花朵和叶片的方向 都是可以任意调整的 接着来看一下耳钉款 耳钉款的花心 这里我已经用胶水 直接固定好了 大家同样用胶水 在花心的根部稍微涂抹一点 固定住就可以 接着将多余部分的 花心的杆修剪掉 在中心位置涂适量的胶水 接着取出可粘贴的耳钉 同样涂抹胶水 将耳钉中间的针 穿入花朵的中心点 放置3-4天之后再使用 会更好 最后进行胸针的组装 注意看胸针 动到了三朵花 每朵花都是先单独 跟两个叶片进行连接 先将叶片和花朵的位置 确定好 质干不够长时 按之前同样的方法 补充质干的长度 也可以随时适当地修剪多余的线头 一个花朵搭配两枚叶片 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增减叶片或花朵的数量 将三个花朵都按这样的方法全部都组装好 接着将三个花朵都将高低错落地摆在一起 找到最适合的搭配方法 进行最后的组装 确定好之后 先连接其中两只 同样在枝干没有对齐的情况下 先补充其中一只的枝干 在连接这两只花朵的同时 我们要将胸针一起固定进去 将胸针放在花朵的后侧 修剪多余的铜丝和线头 将花朵的枝干和胸针缠绕在一起 制作的过程中可以随时调整花朵和叶片的形状 来找到自己觉得最好看的角度和搭配方法 这样就会归接下来 不过是否有这个厉害的 终于杀绕在一起 感谢您的心里 很明显 这些终于杂绕在一起 这一切的终于杂绕 就会有很好的 这一切的终于杂绕 绕在一起 就会有很好的 终于杂绕 我们的心里 最后放上第三只滑朵 用同样的方法长绕固定 脂肝部分不要长绕的太惨 只要能和胸针固定住就可以了 一边缠绕一边渐进式的修剪掉铜丝和线头 这样结束的位置不会太过于突然 最后修剪掉多余的线头 用胶水将末端固定好就可以了 再根据自己想要的样子调整花朵和叶片的方向和位置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初剑配饰系列小百合的勾编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